公寓住戶全跑到楼下 满脸惊恐 生防人员忙着安抚 同时不水线抢救 因为还有人受困楼上 频频拿出手电筒 向消防人员示意求救 同时间救护车也赶抵现场 因为浓烟实在太大 有10名住户疑似吸入浓烟 感到身体不适连忙就医 他出过的原因 地下是燃烧三部机车 波及两部机车 燃烧面积约2米方公尺 至于火灾的原因 可能要经过火灾调查之后 才能够确定 博士来得突然惊恐的住户中 还多了几张外国脸孔 原来全市城大的留学生 全被成功疏散 他们来人叫我们 跟我们说 你们看车率比较安全 台南东区一动六楼公寓 地下室停车场 凌晨12点突然冒出浓烟 农运迅速往联动公寓地下室 和上方飘散 提防局破报后 派出大批人车抢救 走心火事15分钟后被扑灭 最后警察总共疏散 三栋54户的住户 起火原因还在调查中 这一言静语 看那么的